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到了中午之后 尤其到晚上 阴在外 阳在内 阳气 憋在里面出不来 那种热就容易有感觉 所以一般教科书在朝热前面还加两个字 叫做骨增 就好像从骨头里面往外蒸发出来的 就感觉到是一种内热 里热 晚上在里面 阳多阴少 慢慢透出来 所以朝热跟道汉其实机制蛮像的 因为朝热把水分蒸发出来 而体表又固设不住 心与圣 心与圣 心与圣稍微复杂一点 它似乎不是直接的功能字眼的关系 那你复习一下 心主神智 心主血脉 圣长经 圣主拿世 圣主水 尽管这里会讲到精神互用 这个精神注意啊 在讲圣长经 心主神智 其实一般讲心圣之间的关系 更强调的是地质 这是什么呢 水火关系 水火关系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概念 因为一个是水 一个水仗 一个火仗 那么一个是阳中之太阳 一个阴中之太阴 你也可以理解为阴阳关系 好了 水火季季指的是 心火下降于圣 然后使圣水不寒 圣水上至于心 使心火不亢 从而使两脏之间协调平衡 这里其实有前台词 你看 心火下降于圣神使圣水不寒 它的前台词就是 圣水永也寒 这简单 圣为阴中之太阴 阴多阳少 你画成卦是两阴一阳的坎瓜 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 使心火不亢 前台词心火容易亢 心为阳中之太阳 一卦两阳一阴 不平衡 其实它的意思是 两者相互补充 取长补短 但是这里会有问题的 心配离挂 圣配坎瓜 可能有同学比较细心 诶 怎么跟你原来画的那个 阴阳那个八卦不同 阴阳那个八卦是先天八卦 讲阴阳 这个是后天八卦的排法 其他五卦 讲五行 不一样 那变心在上 水在下 你真的以为了 你说 心火下来下降于圣 火约沿上 这是它的本性 水约润下也是它的本性 你说凭什么心火要下来 圣水要上去 诶 你注意啊 我之所以说中医是跟卦有关的 真不是白瞎说的 就看字诶 水火纪纪 纪纪就是卦你 《易经》六十四个卦的第六十三卦 叫纪纪卦 纪纪就这样 坎在上 离在下 水在上 火在下 水在上 火在下 这个就是积极 好了 顺便讲一下病理的 病理是位纪 魏纪反过来咯 火在上 水在下 叫魏纪 好了 我们看看 先看两者的意义吧 什么叫纪纪呢 那火月盐上 水月润下 下面的火能够蒸腾上面的水 上面的水能够制约下面的火 相误为用 它原来的意义是救火成功 叫做契纪 魏纪是火月盐上 水月润下 水虽然能够克火 但是七楼着火 你在六楼倒水 救不了火 位置不对 下水救不了上火 这个是救火不成功 但是你看人体不挺麻烦 离在上 看在下 好像自己就是一个自然的位纪 所以你这里必须要有一些原动力 其实这个原动力还比较可怜的 就这一点点 坎中之阳把圣阴增腾上去 圣阴上去之后变成心阴的比重大了 它才能往下 所以计计是一个理想状态 我也不能说魏纪是常态 应该说比较容易魏纪 我先讲什么是魏纪啊 定理 那魏纪其实有几种组合 第一种真的是圣水不够 你水不够不能上去自曰火到这火多了 所以他第一组的表现就是心火旺加圣阴虚 这组特征是上不去 圣水少了上不去自曰心火 他这个表现他的机制跟我上次讲过的 那个水浅则龙伤差不多 水浅慎重到火 水上不去喔 火上去炉 还帮助了心火 他的表现 那又念念如词啦 阴虚 滴热淘热五星凡热大汗全红 口干小便黄大便干 舌红少态卖西数 加个圣耳酸耳鸣 驴子月经或多或少 也是过了原来 男子阳强怡经 再来一个心凡失眠多门 这就是第一组心圣不教 第二组 他是心火旺于上 我自己旺跟你没关 心火一旺火性沿上都不往下走 不能温圣阳 那里就心火旺加圣阳虚 表现 那在组心火旺一样 心凡失眠多门 圣阳虚 要稀酸冷 怕是下肢有能感 意料多 因为阳气是管气化的 其实真正好 我说的可怜 怎么才能不可怜呢 你看 只要心火能够下来 我就帮助了圣阳 你回看这个地方 这是两阴一阳 这是两阳一阴 但假如这样的话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前面阴阳学说讲的交感的概念 上面的下来 下面的上去 能够交感 互相帮助 一加起来 你看两个一加起来 三个阴阳 三个阳阳 平衡 而且你把它横的放更好看 你是阴阳我就阳阳 你是阳阳我就阴阳 你是阴我就阳 你确的刚好我有 互补 平衡 升降 动力 全部用卦象讲的明白 假如用文字 那就麻烦 文字也能讲 圣中阳气蒸发 但是那个平衡啊 互补啊 升降啊 它是相互关系 不容易点明白 再回到魏纪 虽然加起来还是三阴三阳 问题是加不起来 是吧 你看火月沿上 水月任下 两者根本不相交 不能相互为用 所以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所以圣阳正常是 应该是借助新的阳 所以这个才是关键 新阳能够下来温圣阳 圣阳才能够水蒸发上去 这个真的就是 抽烟人经常讲那两个字 借火 自己的火不够 问他借他最多 本身就有余 还有第三种 心圣不交 把这两个加起来的 我刚才讲 那刚才这一组 心火妄加 圣阳须是 心火妄于上 下不来 下不来到处 还有第三组是什么呢 我刚才讲的 这圣阴须不能上去 制约心火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圣阳须不能把水分蒸发上去 实际上是阴阳两须 那你说怎么表现呢 一样啊 加起来吧 不矛盾啊 低热 吵热 五辛烦热 大汗全红 口干大便干 加个液料桌 下肢酸冷 一点都不矛盾 所以你看睡不好觉的人 失眠的人 很少说没液料 你只要液料一多 你用阴须解不了 阴须应该是小便少的 小便一多 肯定有阳气须的表现 所以你 关键看比重哪个大吧 其实精神互用 有两种用法 第种是直接的 圣长精 精 生 水 水包括老水 等于说为神明之心提供物质基础 能够控制精官 什么叫能够控制精官呢 你比如说 夷精 华精 出来了 心神都不知道 实际上他可以算广义的心圣不教 你正常用 比如说晚上起来 假如说有尿意 神是知道的 但假如说夷尿 那换句话里 神是不知道的 这种心神不能下达 不能支配下面的膀胱 或是不能支配精官 算是心圣不教的广义 这是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大概是养生学的精气神的这个关系 精化气 气化神 神反过来统一精气 关于这部分内容 应该是在气血精业神之中讲的比较多 那么留着下一个老师发挥 然后军向安慰 那么就前面讲过一个军火一个向火的问题 而军火的特征要什么呢 古人叫做军火以明 既然心是明君 向火的特征是向火 向火以位 位置位置的位 要守卫 那么当向火不守卫 多半是谁惹的祸呢 不是向火本身是星火 那个时候不叫军火了 那你回去刚刚讲的 比如说宜精华精 恐怕都是平时起心动念太多了 心火带动向火 心火向万动再带动向火妄动 像我们经常讲古代很多昏君 是奸臣把他交坏的 真不好说是他把那个臣带奸了 还是奸臣 对啊你我投其所好 怎么说你喜欢这样 我为了生存 我只能这样 所以那个因果关系真不好说 但假如按中医的说法 恐怕是军的责任更大一点 先有心火带动向火 说好的话应该各安其位 尤其刚才第一种 心火旺倒置圣阴虚 你看心火旺倒置圣阴虚 圣阴虚是火旺的 它可以是宜精的 好 心圣不交 刚才讲过了 水不济火 圣阴 就这组了 两组 心火旺加圣阴虚 心火旺加圣阳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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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教科书还有一个 心阳虚加圣阳虚 我觉得 狭义的心圣不交不算 你注意不交两个字 它是火月炎上水月润下 两者分离叫不交 你心阳虚加圣阳虚 其实是在病理状态下的相互影响 比如说我圣的阳气不够 全身阳气不够 累积信阳也不够 新的阳气不够 从圣提取多了 累积圣阳也不够 它不是不交 它是交 它是定理上的影响 定理上的交 所以狭义的心圣不交 不应该把我这正行 但是从广义角度 你说它反正就是心圣关系失调了 可以说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们一般讲的心圣不交 大概就是这三个 这一二加他们的统合 好了 这里又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 现在很时髦的两个字和谐 和谐的正确理解是怎么样的 假如把所有东西搞到一模一样 好像不叫和谐 和谐的前提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你把它统在一起和中共治 这很简单的古人早就有解释 君子和而不同 不同而和才叫和谐 都一样的就叫同 你这个就是心有心的性格 和大家不一样 你把两个统合起来取长补准 还有刚刚对之一对 皮跟位之一对 那个以后会说 你把它们统合起来 然后相互协调 在一个统一体之中 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和谐 对与皮 两个字 一个是气 一个是水 肺煮气 皮为气水生化之源 肺煮行水 皮 韵化水 好了 它们的共同的定态 肺皮气水 好 这个过一遍 本皮发力 少吃卵盐 炼白 舌渣脉 脉弱 脾气虚 股脏 腊胎 便糖 教授 角度从水液代谢角度 可能会有水池弹力 肺气虚 肺功能减动 呼吸 前表 雨声低微 那个少气揽研特别明显 然后磕爪 无力 一样可以是水池弹力 肺气虚还有一个特别的 另外一个方向 不能双发胃气道体表 那就是易感冒 四汗无风 一这样加起来 就叫肺脾气虚 肺肝 肺肝这个关系 我讲肺主一生之气的时候 其实是讲了 肝主书泻 肺主书降 肝生肺降 带动唇生气的生降出入 等于说太极 转起来的 所以他们不是说 什么肝主书泻 肝肠血 跟肺的某个功能的配合 而是生降问题 还有 也还是五行问题 目主生 金主降 好了 定态大概是最常见是这个 肝火犯肺 为什么肝火犯肺呢 你不是说肺的问题影响肝呢 肝前面讲过 很有性格 太爆裂了 肝为肝脏 肝为五脏之贼 他容易生动太过 一生动太过就是肝火上炎 肝炎上炕 当肝火上炎的时候上面就是肺 所以肝火上炎的本质是肝生太过 肺降不及 降不下来 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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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